好 怎麼昨天跟今天呢 政令變就說變 現在看起來本來要禁令下達說 美國的重要晶片 不准賣給中國大陸 怎麼一天之內就馬上轉彎 說給個寬限期 原本要全面禁的 現在給個一年寬限期 那這一年之內 中國大陸會不會積極的 趕快跟回答買晶片 第一個我想這個 其實跟之前華為的事件差不多 就是說你一開始雖然禁 後來是有條件的寬限期 時間到了 好 我就全部給你切斷 我認為美國這次的做法 應該是類似那個時候 那當然只是說短線 你新聞出來 大家第一個恐慌嘛 就覺得是馬上就禁了 其實你看出來曾經沒有 那第二個是說 輝達這個AI的晶片 其實每年的銷量來看的話 不是太多 為什麼 因為這個一片晶片高達 3.5萬美元以上 一年的出貨量 大概也才1萬片 也就是說 這個全部都是在 for高速運算 那種大型的超級電腦在用 那當然我覺得 在目前的這個狀況來看 對大陸來講 他一定是囤 一定會囤的啦 因為他們確實是做不出來 所以我覺得 未來時間到了之後 對中國確實有衝擊 對輝達會不會有衝擊 當然也會 可是反而他變成什麼短多長空 反而會有短線上的捕獲潮 對有可能 看看今天回答的股價 昨天這個消息 原本讓他咚的一聲跳跌 跌到最低點 結果拉了這麼長的下影線 你看爆大量 聽說那個什麼女股神 還逢低抄底 減了便宜 看這個量 跟看這麼長的下影線 照理來說 確實這裡是有人很明確 在抄底的訊號 但是如果可以 我們把時間拉長 或是看月線 我看 對你看到昨天為止 它是什麼 跌破了 跌破低了 整理平台才出量 是 那我會覺得 如果我們技術面來看 它是什麼 破線之後有人在搶 但是能不能抵抗這個大趨勢 就是目前來看不太可能 所以只能搶短 只能減個便宜 目前我覺得只能減便宜 而且你不要忘了 女股神今年是做什麼輸什麼 對不對 女股神去年是站在風口上 我們說豬站在風口上 都會飛嘛 那女股神去年買到 就是風口上的這些 疫情紅利的股票 所以今年會輸這麼慘 那我會覺得 他在這裡搶 當然OK 他有他的理由 他的操作錯誤 是因為他都一直在減便宜 對不對 結果越減越便宜 因為他都沒有看魁國大哥來講 魁國大哥如果技術面 他有多聽一點 他怎麼可能會搶在這裡 到時候又可能失敗 我會覺得 其實女股神的操作當然OK 他的產業方向是對 但是在技術面的操作 確實是有疑問的 今年的特色就是 你要追搶股 不能減便宜 會越減越便宜 越減越心酸 好但是呢 這個事情也講到這件事 對台股的部分影響 台積電 有人說鬆了一口氣 昨天有外資報告說 他會影響這2%的營收 但今天沒這件事情之後 鬆了一口氣 但是看台積電股價 還是沒止跌 今天造跌不誤 台積電今天的整個線形圖來看 幾乎是跌到了近期低點 而且呢 整個均線全空方排列 好怎麼看這戶國神山 還有國安基金防線 他都可以這樣疊給你看了 代表說國安基金沒有在戶嗎 兩個原因 第一個 那個是因為什麼 台幣一直貶 外資他要一直走 所以台積電會成為外資 第一個要賣的這個目標 我覺得這個台積電是非戰之罪 但是如果我們以長期的架構來看 確實這個對台積電 還是或多或少會有影響 為什麼 因為你高階的晶片 不能賣大陸 大陸這幾年是台灣出口 晶片最多的一個國家 那這不管是高階中階低階 中低階大陸自己坐上來 可是高階的還接不上的時候 長線來看當然 會掉單的 會有可能業績會掉 那灰打的長線 也有可能業績會下來 所以我覺得 我們回到字卡上來看 你看郭明奇他就講什麼 講說可能會帶來什麼 結構性的風險 他說暫時不會影響 但是結構性的風險在 這個我認同是很有可能 如果說美國一直用這一招 就是打這種高科技戰 只要太高階的給你 我就禁止 我就禁止 那確實你就這邊的業績會慢慢慢慢一直掉 是他的說法結構性的風險 什麼叫結構性的風險 結構性就是說 你在整個趨勢上 可能會出現一些變化跟問題 所以就是我們講的嘛 你短期之內看不到這個明顯的這個買盤縮手 之後他不能買的時候 除了大陸不能買 如果美國或歐盟 他沒辦法買那麼多的時候 是不是整個業績就下來 還有說 如果未來美國就是積極的想要把這些金元代工拿在手上 那可能對於台灣廠商來講壓力就大了 因為他也不敢把所有的雞蛋放在台灣身上了 好這就是對台積電的壓力影響 甚至專家說最壞可能會進到金元代工 真的嗎 這很可怕 我說真的 飛到必要也不會出這一招 因為出到這一招到最後就等於 大家有點同歸於盡 但我覺得就是說 我們以最壞的打算來看 你看有個華為的前車之鑑在前面 所以後面只要中國想要出頭的 一定會被打地鼠 所以我覺得大家要去 心裡有一個最壞的打算 但短期來看我覺得沒有那麼恐慌 你不用去想 不會進到全部金元代工 不然台積電真的是慘了 對沒有錯 反正我覺得我們要去觀察什麼 大陸他拼晶片製作 去美化 培養本土的這個GPU 這一定會 對 那這個台灣有沒有可能會受惠 就有可能 所以你看今天這些IPC制裁股票 就拼命的往上拉 大陸的股票也是 自己自家的這種相關的AI晶片 甚至什麼GPU的概念股 什麼韓武技 景家維這些個股今天都很強喔 你看韓武技還漲停板了對不對 福祉自己家的個股 可能就未來是中國大陸要做的方向 然後什麼景家維是昨天跳漲 今天也是一樣 就維持著上漲表現 所以要特別留意 可能中國大陸也會開始想辦法自救 自立救濟 但是短期之內還是靠台灣了 對沒有說因為我說真的 其實去年從華為事件之後 我們就會看到中國一些晶片的廠商 在中低階的部分慢慢展露頭角了嘛 所以跟台灣這裡就開始會有一些 銷價競爭的這個狀況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我們要回過頭來看 我們台灣相關的IC設計 就是說到底後面有什麼影響 短期之內有什麼影響嘛 第一個是說你看喔 延續到我們先前講的趨勢嘛 投信壓到IP剛好這個新聞出來對不對 對投信來講它壓對了 剛好壓對保 壓對保 所以下個禮拜繼續衝沒有問題 但就像我第一段說的 你不能爆量嘛 你不要爆量太興奮都沒事 所以你一定要觀察高檔爆量的訊號 就要跑 不要忘記要賣 對如果人家投信賣得比你快 其他他們就會一起賣喔 好另外呢也看到指標還有強勢 但是分類 因為IC設計股當中 我們發現到了 有些就是持續一直走高 有些就是頻頻快破低 像聯發科你看今天跌多慘 對凱明你講到一個重點 IC設計是冰火銅源對不對 熱的熱的要命 你看整個聯發科翔碩跟普瑞 這三檔個股 他們同一個產業的特性什麼 都是消費性變化 對不對 聯發科跟手機有關 翔碩跟這個超微有關 哇 跌成這樣 顯卡這種對不對 高速傳輸對不對 普通也是高速傳輸 你看聯發科時間拉長 聯發科目前最慘最慘的狀況是 你有沒有發現這一段的反彈 完全沒碰到季線 這個在技術面 它是相對弱勢的一個情形 也就是說 當他這一波沒有碰到季線的同時 你就要觀察未來一兩個禮拜 他要回這裡啊 有沒有可能會破底 前滴597耶 腰再破600 我覺得很有可能 為什麼 因為連季線你都沒摸到 如果你把它倒過來看 他漲很多拉回連季線都沒有測試 有沒有可能創新高 就有可能嘛 所以一樣的意思嘛 我跌了這麼深 我竟然連季線都沒摸到 我未來破底的機率就有可能提高 好那如果接近前滴 呃不能碰不能摸底不能亂買 你就想一下女股神的教訓 我記得 我是建議你你就先觀察 不要亂剪片 你先觀察到底有沒有破 破了之後有沒有出這種大力 好這次我們看到聯發科 當然回到剛剛那一張 弱勢指標聯發科強硕普瑞 對 但是強勢指標有M31跟世行 目前看起來還ok 對 還ok 好 謝謝博姐 剛剛這樣講 告訴大家怎麼看待這些IP 或是IC設計股到底強弱有別了 但是我們看今天最新的消息 要提醒大家 因為下禮拜就要準備過中秋節了 這禮拜有沒有很多人想要先烤肉呢 但是防疫指揮中心提醒 有些人最好不要團聚烤肉 因為怕疫情可能破口就來 因為這幾天 每天都超過三萬人以上的確診病例 有在死灰復燃喔 但是今天看看台股當中 新藥股 防疫股一起漲 在壓跌當中 居然這些個股很強勢 好 立哥請觀眾上來告訴大家 怎麼看生計股了 等於說呢 如果下禮拜 我們也不敢期待什麼變盤 或什麼反彈有幅度有多少 但是這些強的 可不可以強強棍 到下禮拜繼續強強棍 怎麼挑 我想這個生計 目前跟下禮拜繼續強的機率是有的 但是說你在操作上來講的話 在這個地方你再去追 你勢必要去做一些停損的概念 可是牆股不是就要追嗎 沒有 你追可以喔 但是萬一有牆轉弱的時候 該退就要退 我們必須要這樣講 下禮拜呢 大家一個提到說 這個中秋節廉假 可能會有這個疫情升溫的情況 聽說這個指揮中心說 可能一天破六萬人喔 其實我覺得這種利空 這第二次第三次的 他遠比不上 我們剛剛好像今年四月份五月份 剛起來的時候 那般的恐怖 可是最近幾天 你看看防疫股很強啊 對 指標這個快篩的防疫股 什麼保齡附警 美德伊 熱映 這些個股 你看今天很強 尤其是保齡附警 最近很強 但是最近輪動 還有包括什麼雅諾法 國光森也都很強 現在輪到防疫股在強 這是事實啊 對 沒有錯 所以說策略上來講的話 的確他們可能還是下禮拜的強股 但是如果說你不是在低檔 你不是在這個禮拜初 你進去的話 你要禮拜一下 禮拜一再追的部分 萬一真的有牆轉弱的時候 我們該退就要退了 那會不會中秋節過後回來 疫情真的就是突然拉得很高 那又是利多 對 那我想這樣股價就不會弱了 應該這樣的結構 好 那到底我要買防疫概念 還是買最近比較強的 什麼新藥概念 因為最近幾天 你看看指標股叫做北極新藥業 對 好強喔 我們前幾天有討論過 他股價呢 今天就挑戰200塊錢 一度碰到了 你看這樣衝高 到底是防疫概念好 還是新藥概念好 其實我覺得都可以 為什麼這樣講 那新藥 他畢竟有他的一個授權 如果有授權過的部分 或者已經有藥症的部分 那當然最好 但是你看到 我們就以這個北極新藥業來看 放大點來看 從這一個底部區 一路起來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跌破這條黃色的線 沒有 一路都沒有對不對 對 那我們就以這個五日線 強勢五日線 對 你看過去只要點到都上 點到都上 點到都上 那代表說 未來他照理中 應該是點到之後 繼續上才是正常軌道 那假設之後 你進去之後 發現他怎麼跌破了 那你就要注意了 當然跌破不會一次死 他可能跌下來之後到十日線 可能再彈上去 那是不是你就該找個地方激流勇退 是好 這是我們看到北極新藥業的部分 當然也在今天個股當中有很多新藥概念股 最近也很強 什麼志勤 也是續強的 志勤股的部分 最近幾天表現何康生 最近也是很強 那這些個股下禮拜還有空間嗎 你看每天都半根漲停半根漲停的 其實我覺得就是技術面操作了 這個就是抓技術面跟籌碼面的部分 如果說都能夠延續 你看這地方 點到五日線上去 其商點在這地方 那如果說一路能夠這樣子 一路能夠往上走高的話 那你去切入 是OK的 好 就是以五日線當作 這些個股的觀察重點 因為生計股就是靠五日線 現在強勢的題材上來做 對 另外則講到有人說這個疫情的再次反彈 這就是解封之前的陣痛期 解封真的快要到了嗎 各國都解封 現在台灣就是在等 等什麼時候開放 團克開放自由行 但是真的解封的時候 行情的部分解封題材股 真的可以現在開始佈局嗎 其實我覺得大家 你可以期待這個解封 我們好好出去玩一玩 至於說會不會因為解封 而創造出一個大行情 先不講台灣的解封 可能落到九月十月 暑假都過去了 所以他來玩對不對 那第二點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就借進國外的例子 像這張圖表呢 是借進南韓 南韓的一個解封開放經驗 南韓比較早就比我們解封的早 對他只要六月八號 你看六月八號是這一天 這家是什麼公司 這家是大韓航空的日克線 航空股 對航空股 我們就看一下 航空股會不會因為解封帶來利潤呢 結果你看六月八號起鬆綁國際航線管制 當時是兩萬八千六百五十韓元 在這個位置 結果你發現解封怎麼一路往下走 現在是兩萬六千多 真的所以你看解封前的一個月漲到高點 解封前的一個月是高點 解封後是低點 沒錯 是這樣講 好這是國際經驗南韓的部分 帶回來告訴大家 那這樣講 那我們的航空股不就完了 我們的飯店股不就慘了 這些解封觀念 甚至是包括旅行社概念 這要怎麼看呢 帶回來告訴大家 另外也講到今天這個消息 就是電動車 紅海的電動車賣得嚇嚇叫 現在提早結單 因為超過了有一萬單以上 所以立刻結單 待會也來好好講一講 這些電動車的標配是誰 誰在這裡賺飽飽 另外也說到了 台股既然九月行情 既然這麼膠著 但是有些個股是好股 選股不選市的話 可以挑誰呢 馬上回來告訴你